5月报税季来临 今年提出多项新制 不仅基本生活扣除额提高到18万2000元 政府补助款不纳入所得 医护人员也有特别减税 大大的减轻纳税人负担 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大幅的一个提高 从去年公告的17万5000元 提高到18万2000元 足足提高了7000元 是历年最大的一个增幅 因为疫情 那这个民众从政府取得的 这个补助款 全部都是免税的 另外为了让民众方便 申报综合所得税 今年新推手机认证跟手机报税服务 但报税仅限下载资料后 不需再修编资料 而且无需减负证明的民众使用 就是说要纳税义务人 他是以本人名义 这个申办的一个手机门号 然后我们再搭配他的这个 个人那个身份证编号 还有健保卡的一个 这个这个证号 卡号 然后你就可以连到这个网路上 来进行这个这个手机的报税 配合防疫财政部鼓励民众在家申报 并且推出抽奖活动 只要是用网路申报 税额失算 线上申报都能参加抽奖 还有加码的手机报税奖跟电子缴税直播退税奖 最多会有三次的抽奖机会 针对就是说他是采这个手机报税啦 或者是其他的网路报税啦 那还有就是说他是符合试算服务 那他是采线上回复确认 说哦对这个退税OK 他线上回复的话 那我们就有这个一个这个这个大奖 我们最大奖是五万元的商品礼券 综合索的税申报期限到五月三十一号截至 北区国税局呼吁民众多利用网路报税 不仅方便快速还有机会这种大奖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